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自小我就知道 我妈有两张独特的银行卡 一张是我弟的 一张是我的 小时候我们的压岁钱 妈妈收走都会统一放到这张卡里 妈妈说 等到我们结婚那天 会将这张卡还给我们 并且卡里有多少 他另外再补助多少 上个月弟弟结婚了 弟弟激动地告诉我 姐 你知道里面有多少钱 二十万 再加上妈妈给的 一共四十万 我的天 真没想到 竟然可以这么多 我也很高兴 因为我知道 我卡里的钱 只会比弟弟更多 弟弟的收入来源 只有压岁钱 和后来做小工的工资 而我不同 我的奖学金从小到大 兼职更是从高中就开始做 我的赚钱 去到五花八门 除去自己交学费 供养自己生活的必须金额 其他的全部上交给了这张银行卡 所以我百般期待 可是等我结婚那天 我赫然发现 在我所有的陪价里 竟然没有那张卡 我以为是结婚当天人多眼杂 容易乱 妈妈特意没有往我的包裹里放 所以没有多想 回门时 我被过人悄悄提醒妈妈 那张卡呢 妈 你怎么还没给我 妈妈笑着点我的额头 你这死丫头 刚出嫁 胳膊肘就往外拐 怎么 怕你妈坑你的钱 钱存了死期 还没到期呢 你现在要是取出来 利息可都没了 我不取 我拿着美美还不行吗 我正拿着银行卡晃悠 我妈已经劈手 夺了过去 收进她带锁的柜子里 等到期了 我取出来给你 我又缠着她追问 什么时候到期 她说年底 这才三月份 我不禁很失望 我几次试图说服她 把银行卡给我自己保管 但她总是不放心 怎么也不肯给我 要得急了 我妈会板起脸 斥责我不信任她 弄得我也不敢多说了 结婚后第二个周 弟弟和弟媳 请我和丈夫简语 封到家里做客 弟弟八卦地碰了碰我 姐 你那卡里多少钱 我愁眉苦脸 我不知道呀 咦 怎么可能不知道 姐 你不厚道哈 对我有什么不能说的 我当时都大大方方告诉你了 你干嘛 怕我觉得你多嫉妒你呀 你从小就比我会赚钱 写的作业都能卖出去 给人家抄 我又不是不知道 你的钱比我多很正常的 我就想知道有多少 至于这么小气吗 弟弟开着玩笑 我却是真的惆怅 妈到现在都没给我呢 说是没到期 得到期才能取出来呢 那嫁妆呢 妈嫁妆给了你多少 五万呢 咱这里的规矩 不都是五万 不都是五万吗 我肉眼可见地 就已经小怪了 再说了 姐姐嫁得那么好 公婆都是退休的大学教授 人家有钱 哪会在意这点钱 姐姐和姐夫 也都是高学历人才 每个月赚那么多 哪像你 什么都不是 初中就不念了 以后还得指着 姐姐帮扶帮扶你呢 弟媳的话听得 我有些别扭 弟弟虽然老早就不念书了 但是他对车有兴趣 从做给人修车的小工 到自己开了一家 小型修车厂 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 可以说是天资聪颖 至于赚钱方面 远比我们这种 死读书出来上班的强 但弟弟不以为意 摸着头傻笑 我就吃不了读书那晚饭 我宁可上山拔草 也不愿意坐在教室读书 你不知道小时候 我爸妈为了教育我们 特意领我们去山上拔草 大读的日头 拔了一天 问我们是上学好 还是上山好 我姐一边哭一边干 说再也不来了 我爸妈满意地连连点头 我一个高跳起来 告诉他们我来我来 我愿意上山 你是不知道 我爸妈气得哟 满山追着我打 弟弟想起往事 笑得前仰后合 话题也顺带 从前上扯开了 只是回去的路上 我心情还是很不自在 简宇峰几次 从后视镜看我 欲言又止 你想说什么 说吧 老婆 我不是想算计岳母的钱哈 只是这个事 我越想越不对劲 按照小舅子的意思 岳母明明打算嫁妆 给你十八万 为什么最后还是给了五万呢 中间会不会有什么事 我们不知道呀 你弟弟结婚的时候 你们家买房给彩礼 还十分痛快 现在到你了 赔价减半 银行卡一直扣着不给 会不会是这段时间 你家里出事了 你爸妈又瞒着你们姐俩 所以才 简宇峰冷静理智地给我分析 我心里的郁杰慢慢消散 我不自觉地吐出一口浊气 询问他 所以你的意思是 咱们问问 问问吧 真有什么事 咱们也能帮忙不是 打定了主意 我就准备第二天回家 跟我妈问清楚 没想到 我弟弟已经在家里了 哟 今天你们姐弟是约好了的吧 我妈的脸色有些差 连语气都颇为阴阳怪气 我正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只见弟弟对我挤眉弄眼 不断使眼色 我可没和我姐约哈 但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既然这样巧 我姐也来了 就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吧 妈 你赶紧的吧 我一头雾水 但是我妈显然没有 要跟我解释的意思 只称怪地拍着我弟弟的肩膀 关你什么事 要你这么热心肠 我看你就是个傻子 就知道被人荡枪时 我妈凉凉地瞥了我一眼 指桑骂怀的指向性 有点过于明显了 我是真的无法忍受了 忍着憋屈问道 到底什么事啊 妈 我妈打开上锁的抽屉 将银行卡扔了过来 卡面锋利 险些划破我的脸颊 我顿感一阵火辣辣的 我妈冷笑 你要钱 就自己和我开口呀 犯得着拉上你弟吗 倒像是我会差你这两个钱似的 你爸爸的生意 做得一年红火似一年了 你以为我真的看得上 你这几个臭钱 本来 我还打算多给你几个 但你这副上不了台面的样子 真是让人隔应 就算有再多 也不想给你了 妈 你怎么说话的 我和你说了 不是我姐叫我来的 我是正好回来看你 这不就话敢话 顺口提起这件事的吗 你赖我姐干嘛 我弟急得连连解释 但是 我妈丝毫听不进去 只不断冷笑 正好 就这么正好 你前脚刚进来 他后脚就跟来了 他从小就心眼多 比你有道行 就算是他真的窜多了 也有本事让你觉得 是你自己的意思 你这个傻儿子 我弟着急忙慌地看我 生怕我伤心 不断推着我往外走 姐 你先回去吧 妈这个人你也了解 他急躁 说起话来又没分寸 别搭理他呀 别往心里去 今天这是都赖我 我寻思我是好心 得了 害你挨这顿妈 早知道 我不多这个嘴了 我弟想叫我先回去 我妈却更加愤怒地挡在门口 别走 乔如南 你还有什么不满 你一口气说出来 你自己说 让我看看 我这个当妈的 到底哪里 让你觉得不满意了 别一次次拿着你弟弟当枪使 这是你亲弟弟 他秉性纯良 你不知道吗 你是不是觉得他蠢呀 一次次耍他 让他来帮你出头 你自己没长嘴吗 不会自己说吗 当我的面说得人模人样的 什么不着急 了解我的用心 这才几天哪 就窜多你弟弟回来帮你要 怎么 你是真的觉得我会惦记你那两个臭钱 我妈的语气越发高涨 我低压都压不住 妈 说了不是 不是的 不是姐叫我来的 您干什么呀 我钻紧银行卡 苦笑 妈 我来这里是因为担心家里出事 想过来问问 会和弟弟撞在一起 那完全是意外 我以为我的解释 多少能停息一点 我妈的怒火 没想到他气焰 更加嚣张地扯着我弟 恨铁不成钢道 你看见没有 你瞧瞧人家 人家是因为担心我来的 你替人家出头 人家倒是摘得一身干净 我倒是要问问 我和你爸好端端的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又有什么需要来问问的 你扯这样的谎 不觉得心虚吗 从小到大 我就讨厌你这副心机 深重的嘴脸 你给我滚出去 我再也忍受不了 这样的羞辱 转身跑了出去 临出门前 还听到我妈 在教育我弟 你看见了没有 就你傻乎乎的 被人荡枪使 他要是真不是为钱来的 怎么会拿走银行卡 就算为了自证清白 他都不应该要 我忍了许久的泪 到底落了下来 反正在我妈心里 我一直是阴狠算计 据他说 是因为我小时候 总是算计弟弟的零食玩具 弟弟傻白甜 会被我几句花言巧语 骗得双手奉上 可是那些往事 他念念不忘的那些往事 我真的全部都不记得了呀 也许一个孩子 会有争夺的心机 也许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真的欺负过弟弟 可是我有记忆以来 我懂事以后 我真的尽力弥补了 我把好吃的好用的 都让给弟弟先吃先挑 可是弟弟同样友善可爱 他总是拿走最小的最差的 把更大的更好的留给我 这落在我妈眼里 又成了我心机深重的名证 我还记得 八岁那年 爸爸从外地带回来的包装 非常华贵的巧克力 我和弟弟都眼馋艳羡不已 邻居在我家帮妈妈里毛线 我们姐有弟公的 吃到剩下最后一块 彼此谦让 为了让对方吃到最后那一块 争论得不可开交 邻居羡慕地笑道 你们家这一对姐弟 感情可真好 弟弟知道心疼姐姐 姐姐知道谦让弟弟 不像我们家 天天打得厉害 我妈一面礼毛线 一面笑道 这个小的是真的实诚 满心满眼 只有她姐 她姐姐嘛 到底大几岁 心眼多着呢 我当时非常不明白 妈妈为什么要这么说 只觉得自己好难过 从那以后 我更加小心翼翼 有时候 为了表明我的真心 我会努力地逃避好的东西 弟弟爱吃鱼肉 我便一口都不加 爸爸买回来的新玩具 我强迫自己 一眼都不看 全部塞在弟弟怀里 记得童年时的我 对着妈妈 总是很讨好的笑 妈妈 我很喜欢弟弟的 以后等我能赚钱了 我会买很多东西给弟弟 妈妈有时候会笑 有时候会夸我 自那以后 他好像对我态度改观了不少 再也不说我欺负弟弟 算计弟弟之类的难听的话 我很满足 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幸福了 可是我的书包里 有弟弟偷偷塞回来的玩具和 各种好吃的 我感觉到甜蜜的同时 又觉得身有负担 怕妈妈发现后 更加觉得我虚伪 故意装好孩子 便只好把这些东西都藏起来 只赶在深夜 自己锁上门 偷偷在屋里玩 直到 弟弟初中 我高中时 我家面临一次破产危机 爸爸愁眉苦脸地抽着烟 看着我们说 攻不起两个了 你们俩必须有一个需要下来 弟弟抢先开口 让我解念 我姐学习成绩好 一定能有出息 我天天在教室睡觉 也特累腰 还不如躺在家里睡呢 我爸沉默 我妈却不同意 她认为男孩的后进在高中 只要上了高中 一切自然而然就好了 如南虽然现在成绩好点 但是谁知道上了高三会怎么样 不少女孩子 上了高三就跟不上了 如南呢 你怎么说 你是姐姐 你决定吧 当时的我 脑回路非常奇怪 我认为 我妈把这项决定交给我 是对我的信任和爱 我感觉到了压力山大的同时 又得到一种奇怪的 变态的满足 所以我慌乱无措之余 心里却下定了自我牺牲的决心 我是很喜欢读书的 我的理性也不愿让我放弃 但少年人的冲动 以及那种迷恋自我牺牲后 带来的自我感动 让我非常没有理智地说出了 我退学 弟弟念 我妈脸上果然带了笑 我将那是做事 对我的鼓励和肯定 便以更加老成的口吻 教导我的弟弟 你一定要好好读书 只有你才能成为 我们老乔家的骄傲 可是在妈妈给我打包好 打工行李的前一夜 弟弟却先失踪了 这件事后来更是成为 我精于算计 歹毒阴暗的罪证 而且再也洗脱不掉 我坐在出租车上 回忆往事 泪不停地掉 手机却响了 是弟弟 他一派兴致勃勃 姐 快去银行看看 有多少钱 我和你说 别理咱妈 她更年期了 精神不正常 咱们正常人 不和她一般见识 我很佩服我弟 她的精神世界 非常强大 其实小时候 因为妈妈对她的偏爱 对我无端地恶意猜忌 我不是没有迁怒过她的 有段时间 我自暴自弃地想 反正你们已经 把我想得那么坏了 那我就做坏人好了 我去抢她的东西 撕她的作业本 像妈妈骂我那样去骂她 但是她总是傻呵呵的 持顿力惊人 我抢她的东西 她把东西双手奉上 让我觉得一切特没意思 我撕她的作业本 她高兴地拍手 太好了 太好了 不用写了 最讨厌写作业了 失算 我最怕老师 怕作业完不成 忘了我弟是魂不吝 天不怕 地不怕 后来 我就改变了策略 强压着她学习 逼迫她写作业复习 她虽然哀嚎连连 但是会听我的话 她总是闪烁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 瞅着我 姐 你对我真好 瞅到我完全不忍心 瞧着她这副傻白甜的模样 我感觉 我好像有点理解我妈了 地主家的傻儿子 放出去了 谁不担心她受欺负呀 我就这么给自己洗着脑 一路和我妈和解 我单方面地 一厢情愿地原谅了我妈 弟弟对我太好了 我也不愿意 让自己一味地钻牛脚尖 或者说 她足够爱我 所以我也在感染 她身上的顿感力 直到身想会疼痛 细思会想不开 所以我索性丢开一切 真的去了银行 想让金钱击败 所有的不开心 一路上 我的悲伤 逐渐被激动所代替 会有多少呢 五十万 六十万 七十万 天哪 感觉身上的每个细胞 都兴奋到站立 可是当我站在取款机前 看到了里面的余额时 却好似一盆冷水 从头泼到骨子里 冰冷 窒息 让人绝望的潮水 更深地涌上来 妄图倾覆所有思想 那是三万零二百一十一 而且并不是定期存款 是活期的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拔出银行卡 再重新插入 输入密码 页面再一次跳出来 却连三万也没有了 二一一 心里再明白不过 我妈的银行卡 都是连接着手机的 她取走了 当初教她绑定手机 教她提款的人 甚至是我自己 我拍了一张截图 发给了我弟 他很快发来一个问号 我没有再回 我抹了一把眼泪 但是没出息的是 我的眼泪一波又一波地涌出来 根本擦不干净 弟弟的电话打过来 姐 什么意思啊 你的卡里就那么一点钱 是不是活期是那些 定期你看不到啊 你先别急 你先去柜台看看 有没有定期 我帮你去问问妈 她是不是拿错卡了 也不对 我们的卡从小到大 都是这两张 不可能拿错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急死我了 我什么都没说 挂断了电话 因为我不知道 自己要说什么 该说什么 甚至我害怕 自己说出一些什么来 伤害到我一直以来 都非常在意的弟弟 我怕 我会控制不住地迁怒他 尽管他是无辜的 可是他的无辜 与我更是一种残忍 他怎么可以这么无辜呢 让我连发泄情绪都不能 我用最快的速度回到了家 我的眼睛心红 脸沉得大概像个鬼 又难看又恐怖 所以我推门而入的时候 我妈吓得掉落了手机 目光本能地闪出了一丝胆怯 但他极快地恢复了平静 语调冷冽 甚至嘲讽 查完回来了 怎么 准备对我兴师问罪吗 一出门就迫不及待 奔向银行了吧 一分钟都不能等 还说你不是为了要钱 还说你不是利用你弟弟 帮你出头 乔如南 你知不知道 我最讨厌的 就是你这副阴暗 伪善的嘴脸 你同样是我生的孩子 如果你能够有你弟弟 十分之一的阳光纯白 当妈的又怎么可能不心疼你 可是你总是这样 又当又利 嘴上说得好听 让着弟弟 又懂事又大方 实际上呢 背地里骗着弟弟 什么都给了你 你是不是以为我都不知道 你还不如直接和我说你要 真的 我还会瞧得起你 刺耳的辱骂 在耳边穿过 如带刺的毒箭 一下下往心脏里捅 但我不想再被疼痛挟制 不想再被软弱的情绪操控 所以我一边流泪 一边无比冷漠地说 对 你说的话都对 我阴暗自私 我贪婪小气 我计较 我心机深重 我什么都不如弟弟 可以把我的钱还给我了吗 我不要你的补助 你的嫁妆 我只要这些年 我自己赚的那些 把那些还给我 那是我的钱 我妈愣了 她望着我 仿佛十分不解 一直以来都足够挟制 我的话术 怎么忽然失了笑 而我在她的神色里 终于恍然大悟 为什么我一次次努力 她都不愿意相信我 为什么她总是 把我想得充满恶意 为什么她一次次 用那么难听的话来骂我 因为好用啊 她拼尽了全力打压我 然后看我没有尊严 没有自我的爬向她 跪着哭求一点点母爱和善意 她在享受我的百般讨好 享受上位者的优越感 而我呢 在这种讨好里 弯了几辆 再也不知道怎么站起来 失了意识 已经找不到真正的自我 我甚至不觉得我是一个人 因为我一路跑过来的时候 甚至在想 如果我装不知道 如果我不追究 妈妈会不会觉得 我通过了考验 而更加爱我 这个念头产生的时候 我自己都懵了 我站在路边 抬手狠狠给了自己一巴掌 然后不受控制地蜷缩下去 心理方面的疼 好像泛化到生理的疼 我感觉我的身体细胞 每一寸都在收紧压迫 痛得无力起身 把我的钱还给我 我凶狠地朝他靠近 但是他畏惧地 本能反应退去后 反而被我的强硬激怒了 他气势汹汹地吼回来 钱钱钱 你就知道钱 你钻钱眼里了吗 哪有什么你的钱 我们不把你养大 你有命去赚钱吗 吃穿用度都不需要钱吗 你自己算算 你从小到大 花了我们多少 先把这个钱还上再说 人家的孩子结婚以后 都懂得孝顺父母 给父母添置东西 不是买冰箱 就是买彩便 隔壁你张叔的女儿有本事 甚至给他父母 换了一栋大别墅 你呢 你就知道回来啃老 你是讨债鬼生的吗 专门气我 你哪一天把我气死 就好了 你以后没妈了 你就满足了 我妈声嘶力竭地怒吼 一双眼瞪地溜圆 我不再理会她 开始翻箱倒柜地 找银行卡 把东西能砸地砸 能扔地扔 挂在墙上的大相矿 一家四口和美的全家福 让我摘了下来 拦腰折断 我妈哭天喊地地骂着我作孽 我全部不理会 我指着那折断的相矿笑 明明就不是四口之家 挂着这个 你不隔应吗 我帮你们扔了 你去拍三口之家的 你们自己好好的 别带我 别再用一套又一套的谎言 绑住我 把我的钱 给我 给我 我发了疯一样的嘶吼 我爸恰好回来了 他皱着眉推开门 这是怎么了 闹什么 我妈如遇到了主心骨 哭着靠过去 你总算是回来了 你看看 你看看你这个得了失心疯的女儿 她回来要钱呢 不给就到处翻 打打闹闹 哎 我这个心脏都被气得疼 乔如南 看你把你妈气得 我不信你是为了钱 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闹这么大的阵仗 也不怕街坊邻居 听见了笑话 我吸了一口气 将来龙去脉 说给我爸听 我妈说 我是为了要钱 行 我也不辩解了 就当我是为了要钱吧 你们给弟弟买了房子 给了彩礼 还给了四十万 我呢 我结婚到现在 一分赔价没有 妈妈一早承诺的银行卡 里面只有三万二 哦 三万还被他手机提走了 我不能要吗 我不要你们的钱 我要我自己 赚的那些也不行吗 我从小到大的奖学金 我兼职打工赚的钱 过分吗 过分吗 爸 不过分 当然不过分 我爸温声细语地安抚我 我妈急着要起身说什么 被我爸攥住了手 他使了一个眼色 我妈便乖乖坐了下来 只是不服气地低声嘟囔 看见没有 这就是你的好女儿 就知道钱 好了 别生气了 你妈怎么可能一分钱不给你呢 她就是性格倦 不喜欢你这种闹的方式而已 你是我们的女儿 我们一向是一碗水能端平的 这个你从小到大 也知道的 对不对 如男 你也替妈妈想想 她年纪一大把了 身体也不好 孩子不知道心疼她 反而张嘴闭嘴都是钱 是不是有点无情 我们毕竟是一家人 很多事是有默契的 不需要说那么多 把钱挂在嘴边 你妈觉得你只在意钱 她当然就伤心了 你看你弟弟从来不要 你妈什么不舍得给他 你要学聪明一点 对不对 聪明不了一点 我也比不了我弟的高峰亮节 我冷笑着开口 你们总是这样 试图给我洗脑 让我觉得谈钱很羞耻 让我主动不谈 啃老或许丢人 可我现在要的是我自己的钱 你们昧着不给 丢脸的应该是你们自己吧 爸 我不想听大道理了 我也不想再被你们洗脑 钱在哪 爱在哪 你们觉得我是在要钱也好 要爱也好 要关注也好 都随便 我相信你们也相信得够久了 我努力去讨好你们 去夺取你们欢心 已经非常努力了 父母爱孩子 可能不是一种天性吧 所以需要努力 需要用力 我现在承认我没有这个天赋 也没有这个能力 让你们喜欢 我像喜欢弟弟一样 所以我认输了 妈妈说了 您今年的生意做得很好 根本不差钱 我就求你们给我一句实话 这个钱我可以不要的 我就想要一句实话 我的钱到底都去哪了 如果你们还是要说 是打算给我的 只是因为我闹 所以不给之类的 那就不用说了 我慢慢站起身 这个答案对我很重要 直接关乎了以后 我要怎么对待你们 所以你们可以慢慢想 想好了再回答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坐在出租车里 我犹豫了片刻 还是退出了家族群 我知道跪久了 很难站起来 但是我还这么年轻 我还想试试 两天后 弟弟送来一张银行卡 他垂头丧气 情绪很是低落 姐 爸妈说你为了要钱 把家砸了 是真的吗 他们都说 你变了 变得特残忍 只知道要钱 我静静地看着他 也许是这样的目光 对于他来说 到底还是有些压力的 所以他艰难起唇 我没觉得你不该要 我就是觉得 其实你可以不用那么激烈的 妈哭了一整晚 爸也被打击得不轻 大家都觉得 你好像被什么附身了似的 变了一个人 姐 你到底怎么了呀 我不信 你就只是为了钱 他很痛苦地掩住脸 却挡不住落了一手的泪 我心情很复杂 你不懂吗 是啊 你怎么会懂 我虚出一口气 拿起银行卡 我盯着他 仿佛要给他盯出一个洞 这里面是多少钱 十万 妈说 本来该一分都不给你的 越是闹 他越不给 可是我劝了好久 爸爸也说 不能和你一样的 所以 十万 我忍不住笑了 你不费吹灰之力 得到四十万 还不包括你的房子彩礼 我把家砸了 才得到十万 妈妈在生气 所以 他不生气的时候 我一分都没有 我打断了他 弟弟一脸愕然 姐 你怎么会这么想 早上没胃口 我买了一个六寸小蛋糕 放久了 都有些塌了 我粘起一块奶油 放进嘴里 甜腻地让人皱眉 我看看粘腻的手指 忍不住笑 你还记得 从小到大 妈什么时候 对我笑得最高兴吗 就是我让着你的时候 我把蛋糕都给你吃 我的玩具都给你 我的新书包给你鲜杯 我越大方 越无私 越什么都不要 他越高兴 弟弟愣正片刻 低声沙哑地说道 可是 姐 我从来没让你吃过亏啊 所有东西 私下里 我都把你的那一份还你了 我从来没有和你计较 因为在我心里 你是我最亲的姐姐 我愿意把我有的 一切都给你 正是因为你有 你才大方呀 你才不计较啊 我终于忍不住红了眼睛 更何况 你还我的 只是我应得的那一份 结果呢 你受到了赞誉 爸妈却记我的仇 我背负斤斤计较 心机深重等等 恶意的骂名 这样公平吗 就像现在 所有人都能站在 道德制高点上 把我骂一通 然后给我本来就应该是我的 甚至应该远远高于十万的这些钱 可是我又真的错了吗 为什么我一直在为 根本没有犯过的错 不停地认罪 这样的思维习惯 究竟是谁强盗般施加给我的 哪怕你今天把你那四十万都给我 也弥补不了我因为认知清醒而受到的伤害 你懂吗 他迷惘地看着我 眼神透着几分认真 仿佛在思考 退一步再说 你自己到底攒了多少 有没有二十万 你不清楚吗 他满目震惊 却本能抗拒 不可能 爸妈有钱 就算他们想偏心我好了 也不至于动你的 他走了 走的时候 情绪比来时更糟糕 我同样轻松不起来 因为我妈在微信上骂我 我算是倒了八辈子霉 生了你这么一个讨债鬼 还不如生块叉烧包 拿到钱屁也不放一个 就认钱 是吧 行 留着给你买棺材吧 我等着看 你将来会有什么报应 不孝子孙 这段时间 我的电话接到手软 大都是亲朋好友 连出了九父 平时都不大联系的叔叔伯伯 都能找上门来 将我教育一番 可见我爸妈将我的臭名传了多远 起初我对每个亲朋好友 解释来龙去脉 可是渐渐的 我就发现了 其实他们根本不在意事实 他们只热衷于 有瓜可以吃 他们只享受于那种高高在上的 可以随意指点他人的权利 只满足于自己的八卦欲望 得到了疏解 更有甚者 在我面前骂我爸妈 在我爸妈面前骂我 以凸显自己的公正无私 我为什么会知道呢 因为我妈会把人家迎合她骂我的录音 发给我 以此说明 你看 你这种不孝女儿 人人唾弃 恨不得人人得而诸之 他以为这样可以让我足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错 回去求饶 可是他不知道 那人在我面前 却是截然不同的态度 我主动把电话给那人挂过去 以诉苦为名 同样得到了一段偏向于我的录音 给我妈发过去的还有一段我的嘲讽 看见了吗 你公正无私的判官 根本不在意到底谁对谁错 你以为你是搞臭了我自己吗 哈哈哈哈 你只是把我们全家都变成了所有人都可以围观 并且骂两句的小丑 还是不收费那种 有趣吗 如果不够 发网上 我陪你 一家人就是要齐齐整整 我妈又拉黑了我 对 是又 因为他每次说不过我 就会拉黑我 等到想到了更好的词来骂我 会把我从黑名单拉出来 至于我为什么不直接删掉它 或是拉黑它 来一劳永逸 因为我也需要发泄 每一次我对完我妈 看着她战败而去 我总觉得 我失去的自我 仿佛正在慢慢被找回来 我需要这样的精神胜利来麻醉自己 这样头脑才不会日益充斥着那些痛苦的往事 意识清醒的第一步 很痛苦 更痛苦的却是 很多被美化后的往事 会重新被一起 滤镜褪去后的真面目 丑陋不堪 如尖锐的麻刺 扎进心脏 疼啊 好疼 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比如我会想起 高中那一年 我妈不小心出了一点事故 胳膊脱臼不能洗衣服 她说洗衣机不干净 非要让学业压力很大的我手洗 我洗了整整一上午 把晾衣架都摆得满满的 充满成就感 我去找她 满心以为会得到我妈的夸奖 没想到得到的却是破口大骂 因为爸爸和弟弟的内裤 我没有洗 她说是因为我懒 我计较 说如果她手势好的 她根本不会麻烦我 说我连这么一点 小小的事都靠不住 以后还能依赖我什么 我和她大吵一架 我坚持认为 我不适合去洗异性的内裤 而且爸爸和弟弟 完全可以自己洗完澡的时候 顺手搓出来 但是妈妈听不进去 她如同惩罚我一般 将自己受了伤的手伸进水里 一边忍着疼痛搓洗 一边冷漠讽刺我 早知道你这么计较 我就不麻烦你 我自己洗 我用不上你啊 你身尊体贵 我哪配使唤你 我就是活该 我命贱 受伤了也得给你们老乔家当老妈子 她一套组合拳 打得尚未形成三观的我 毫无抵挡之力 只能不停地哭着求她松手 我洗 我洗 妈你别生气了 我洗好吗 我跪在地上恳求她 那时候满心满眼都是想让她 不要再自我伤害了 根本无力区分是非对错 就这样 她用我的爱 一点点拔掉了我所有的尖刺 把我驯化成她想要的模样 驯化得太深 以至于即使我现在意识清醒了 却无法跟出痛苦 午夜梦回 我无数次质问老天爷 如果父母爱子女不是一种天性 为什么要将子女爱父母设置成一种天性呢 多么不公 我恨她 怨她 对她 对抗她 用的却是我最鲜嫩的血肉 磨平的却是那一直在消磨 却还未消失干净的爱 她用尽心力去扮演爱我 我却要用尽克制才能努力不爱她 何其不公 我发疯的结果是 我妈终于消停了 她不再试图用外力压迫我臣服 那些好事的亲朋好友 终于在我的生活里消失干净 可是她深深地恨我 她总是将一些儿女不孝的视频发给我 我便回馈一些父母无德 我的精神状态越来越美丽 有时候 我会主动给她发 如早安午安晚安 一般自然 我甚至会主动问询 今天的怎么还不发呢 是素材不够了吗 我妈打不过 我爸来加入 我爸发的微信就简洁多了 大多是他的收入截图 如男 见字如物 你对父母误解颇多 希望你能解开心结 我们收入尚可 绝不会苛待你 只要你改过 父母会像从前一样 爱你 你始终是没长大的孩子 做父母的 原谅你 希望你早日回家 我忍不住笑了 回他 逾我十万 看看实力 得到的是他失望至极的表情包 和那句经典话术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笑到打爹 只是笑着笑着 忽然就哭了 我怎么不早一点这么做呀 我明明可以早一点 就自己于水火 却一而再再而三 让自己在地狱里沉沦 我是杀死自我的帮凶 我没想到我那个傻白田弟弟 竟然真的拿他的四十万来找我了 他一本正经的认真神色 甚至让我有些羡慕 姐 我这些都给你 你别和爸妈置气了 他们年纪都大了 我们还和以前一样好不好 我私下都分给你 你明面上就当让让他们 让让我 我们一家人 真要打得四分五裂 让外人看笑话吗 这种单纯和良善 要多有爱的秘惯 才能滋养出来 反正我是想象不出来了 其实我可以假装答应他 收下他的钱 然后不用我亲自出手 我爸妈就会因为他的单纯气地睡不着觉 弟媳可能和他打得不可开交 这样他们和我的敌我矛盾 就演化成他们内部的矛盾 我在旁边隔暗关火 一定很有趣 可是我却不想这么做 不是因为我良善 而是 我不想再见不得人了 我应该得到的公平待遇 却要通过见不得人的方式得到 我不想这样了 没关系 不想给 可以不给 我不需要去背负骂名 才能得到 钱 我自己能赚 爱 我自己也可以给 我们的关系就走在阳光下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如果你真的觉得对不起我 爸妈养老 你付大头 爸妈的养老我 当然会付大头 我弟弟急切地解释 但是姐姐 我不想和你走散 我们不能好好的吗 不能 我用尽所有温柔回答他 好好的 是对不起我自己 以后 我再也不想做伤害自己的帮凶了 一个人如果连自爱都不会 又怎么配得到别人的爱呢 弟弟不肯放弃 他回去苦求我妈 我妈什么都听不进去 却只听到了那句 她拿着四十万来找我 被我挡在了门外 她一心认定 这是我的手段 我的拒绝是欲据还赢 是不满足于四十万 是后面有更深重的算计 她和弟媳一合计 将弟弟手里的钱 全部骗了出去 付了一栋学区房的首付 然后她洋洋得意地打电话给我炫耀 嘲笑我的阴谋抵不过正义 那通电话让简宇峰听到了 其实一直以来 我和原生家庭的过招 都有意瞒着简宇峰 说不上为什么 可能有点逃避的兴致 不愿意让我丑陋的家庭状态 摊在她眼底 虽然我也知道逃避不了多久 但就是不想提起 她的家庭很幸福 父母也给了小家庭足够的扶持 公婆更是开明良善的人 这就造成了 我在她面前 有些无法克制的自卑 本来 我以为有那张银行卡 我多少能拉回一点不平衡 可是 连那张卡都完全落了空 所以当她听到那通电话时 我颇为紧张地看着她 生怕她骂我无能 或是怪我不要弟弟那四十万 但是她的反应很平淡 什么都没说就回屋了 直到晚上我主动提起 她才回眸看我 其实看你这些天的状态 我也大约有数了 怎么可能 我遮掩不住内心的震惊 我明明掩饰得很好 她在家的时候 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情绪浪潮 她的眸光温柔又安静 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我当然记得 我被一个飞车贼抢了包 是他路见不平帮我夺下的 那时候我觉得 你一个女孩子 怎么这么厉害 遇到坏人 还面不改色 心不跳的 我被你当时冷静从容的样子 彻底吸引住了 直到后来 我足够了解你了才知道 原来你不是真的淡定 而是心里越慌 情绪起伏越严重的时候 面上才越冷静淡定 就像坚硬的壳 牢牢地把柔弱的血肉 挡在了里面 是一种自我保护 是你机体的本能防御 我仓皇落了泪 手指下意识开去 忍不住逃避的笑 你说得好玄 听得人毛骨悚然 哪有那么夸张 对不起 上次你和你弟弟的谈话 我在门口听到了 怕你介意 所以我没进来 你说的一句话 我很喜欢 钱 我们可以一起赚 爱 我们也可以自己给 所以 乔小姐 欢迎我的加入吗 她含笑伸出了一只手 我哭着笑 笑着哭 积上她的手掌 当然 简先生 看你表现 对我不好 随时会驱逐出境哦 请小心 她垂眸 避开了我的视线 但我还是及时看到了 她眼底的泪光 和清楚可见的心疼 自那之后 我和父母 几乎就断绝了往来 即使是三大劫 我也不登门 爸妈对我身负怨恨 但是也懒得管我 听说他们 对外赌气说我死了 要不就是说 我这样的性格 夫家忍受不了多久的 肯定过不了几天 就会被修回来 等着看我笑话的姿态 不要太明显 但是造化弄人 我的笑话还没到 他们不积口德的报应 却先来了 爸爸的公司破产了 一下子负债千万 田都填不上 他们有钱的时候 给了弟弟不少 为怕弟弟贴补我 都买了商铺和房产 现在付了债 便希望弟弟卖几套房子 给他们抵债 但是弟媳不同意 说来讽刺 那段时间 重感情的弟弟 不愿意要父母给的资助 我爸妈却硬要给 所以都写的是 弟媳的名字 现在弟媳不愿还回去 他们自然毫无办法 听说家里 时常闹得不可开交 天天吵架打仗 弟媳把弟弟的脸 都挠花了 弟弟叫嚣着 不还给爸妈 就离婚 爸妈左等右等 满心以为自己的儿子 会替自己做主 没想到 折腾了几个月 弟弟却莫名 和弟媳和好了 还有了二胎 爸爸当场气地进了医院 妈妈开始逢人 就哭诉弟弟 被弟媳骗了 说他的好蛋 就是耳根子软 扛不住女人吹耳边风 求大家伙帮忙想办法 哪有什么办法呢 唯有忍着受着 遭着熬着 听说这件事实 简宇峰正开车 送我去做产检 他勾住我的手指 八卦地问我 你说你弟弟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真的如此软弱 既管不了妈妈 也管不了媳妇 只能捂着耳朵过日子 还是他停顿下来 但是我明白他的意思 我想了想 摇了摇头 很诚实地回答 不知道 小时候的他 是一个很好 很好的人 也许他还是没有变 也许已经变了 谁知道呢 就算变了 也正常 既得利益者 被父母熏陶那么久 变得精致自私 也很正常吧 有没有可能 他本来就是那样的人呢 只是在以前的环境里 有人帮他抢帮他争 他不需要暴露本性 就可以得到一切 他说着忍不住自己都笑出来 我这个想法有点阴暗 如果真是这样 可能他把自己都骗过去了吧 我摇头笑着 不过我还是愿意相信他是一个好人 因为他真的给过童年的我 很多美好 即使只是伪善 也真是帮我避过很多残忍的伤害 那现在呢 他垂眸看我 现在我不想研究了 和我无关 我能维持的最大风度 就是和他保持距离 不怨恨他 但是做不到共情他 或者设身处地地理解他 同情他 他拥有的已经够多了 不差我一个 简语峰轻轻恩了一声 打开了音响 柔美的歌曲回荡在车内 我知道 我的路还长着呢 无关的人和事 不该萦绕于怀 就应及时放手 岁月静好 春光烂漫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儿子女友进门第一天 就给我定下三条规矩 一 订婚以后 家里所有银行卡 都要交给他保管 二 每个月他会给我们生活费 具体多少 要看我们表现 三 每顿饭 不能少于五菜一汤 一周内不许重样 只有答应这三条 他才愿意和儿子结婚 儿子拉住我的手 低声恳求 妈 我追了他整整五年 除了他 我谁也不要 我吃惊地抽回手 谁是你妈 认错人了吧 阿姨 这是老虎斑吧 这种鱼的肉质一斑 没有东兴斑好吃 下次做东兴斑吧 还有这龙虾 是波龙吧 应该买奥龙的 口感会更鲜一些 这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女孩 哪怕皱着眉 表情略带嫌弃 依然能看出精致的轮廓 和秀丽的眉眼 她虽然嘴巴上挑三拣四 伸筷子的动作 却半点不慢 龙虾和鱼 有一半都进了她的碗中 我看着她四处搅动的筷子 有片刻的恍惚 这就是儿子说的 家境贫寒 却心地善良 刻苦上进 天使一般的女孩 我记得儿子说 她自小 在农村长大 因为家里穷 高中时差点辍学 还是学校发动捐款 才有机会上的高中 就连大学 也是在好心人的资助下念完的 她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带她回家前 儿子在我面前 说了她不少好话 说她怎么怎么不容易 从小不受重视 不被父母疼 说得我心里酸溜溜的 想着等以后结婚 一定要把她当女儿看待 今天是她第一天来家里 为这 我早上六点就起床 去菜市场了 鱼 虾 螃蟹 牛腩 鸡鸭 满满当当整了一桌子 老公还笑话我 说不知道的 以为我们家提早过年了 我一边在厨房忙碌 一边开心地哼着歌 你懂什么呀 这女孩儿子可是追了整整五年 青春能有几个五年 她好不容易追到手 咱们做爹妈的可不能拖她后腿 老公见我脸色不好 一直在桌下捏我的手 儿子却没注意到这一切 她的眼中只有自己的漂亮女友 她殷勤地给女孩包着下 满脸都是讨好的笑容 彤彤 怎么样 我妈手艺好吧 你喜欢吃什么不用客气 我妈都会烧 川菜 月菜 对了 我妈做的面食也特别好吃 你就是想天天吃满汉全息 我妈都能做 听起来似乎在夸我 但是却让人心里不太舒服 我自己开了一个外贸公司 平常工作非常忙 老公是大学老师 工作清闲 儿子他带得比我更多 工作走上正轨以后 我才逐渐空闲下来 虽然家里多数钱都是我挣的 但我总觉得对家人陪伴太少 心有愧疚 所以我开始认真学做菜 每周都会抽空给他们父子俩 做几顿好吃的 做过饭的人都知道 要做一大桌子菜并不轻松 买菜 备菜 炒菜 再到收拾 洗碗 一顿饭下来 最快也得几个小时 我们家离我老公单位很近 平常一日三餐 都是去他单位食堂吃 女孩矜持地擦了擦嘴角 朝我淡淡看了一眼 味道还行 哪里用满汉全席这么夸张 以后每顿饭 有五六个菜就行了 阿姨做饭 也怪辛苦的 儿子惊喜地侧过脸 声音都拔高了几度 妈 听到了吗 彤彤喜欢吃你做的饭 你开不开心 我 应该开心吗 看着眉飞色舞的儿子 我心中五味杂陈 儿子女朋友是什么意思 以后每顿饭都要我做 可我今年才五十五岁 还没有退休 公司虽然现在非常稳定 但是还没到 我可以完全放手的程度 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 我不可能为了给儿媳做饭 就抛掉自己的事业 想到这 我朝儿子瞥了一眼 你们年轻人 结婚了 不想要自己住吗 市区新开盘的那个望虎府不错 我还打算给你们小两口 在那买套婚房呢 听到望虎府三个字 徐轩彤眼眸大亮 阿姨 我们公司和望虎府 有合作关系 员工购买那儿的别墅 可以打九八折 别墅 那儿的别墅 最便宜的也要一千多万 这些年 我虽然积攒下了一些钱 可离一千万 还是有着不小距离 妈 你看彤彤多棒 还没过门呢 就想着给咱们家省钱了 这么好的儿媳妇 您上哪去找啊 嘴里的饭菜 嚼着梅姿梅味的 老公宁神秉息 拼命在桌下踢我的脚 我烦躁地踢开他 朝儿子横了一眼 家里的钱 不够买别墅的 我说的婚房 是套房 一百六十平 望虎府是我们这小城市 最好的楼盘 房价要卖到两万多一平 一百六十平的房子 几乎要拿出我们夫妻俩的大半积蓄 徐轩童立刻沉下脸 就差摔筷子了 他柳梅倒树 咬着唇狠狠宁了一把儿子 周浩 你不是说你妈每年 可以赚几十万吗 还有你爸 一年也有二十几万 他们俩工作这么多年 难道还买不起一套别墅 就算付不起全款 付个三成首付 总没问题吧 三成首付 那七百多万贷款 还不是要我们夫妻还 到我这个年纪 难道还要去背四五万一个月的房贷 现在经济形势不好 公司收入每年都在逐步下滑 老公也马上面临退休 每个月的房贷 估计要我们夫妻拿出所有收入都还不够 我不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儿子 阿浩 你也想买别墅 儿子小心翼翼地撇女朋友一眼 表决心一般重重点头 妈 我爱彤彤 爱一个女孩 就要给她最好的 彤彤不喜欢住小房子 她一直想要有个花园 妈 求您了 这不是求不求我的问题 多大碗吃多大饭 我们家在普通人里 日子算是不错 但是离住别墅的有钱人 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购不上的东西 没必要应购 买别墅可以 房贷 得你们夫妻自己想办法 听我说完 徐轩彤立刻起身要走 儿子拼命阻拦 还不忘转身朝我发火 妈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一个月才赚多少钱 还了房贷 我拿什么钱养家 儿子今年三十 毕业时 我和老公脱关系 让他进了一家外企 收入稳定 福利待遇都还不错 只是他性格温吞 工作上没什么野心 这么多年 都还是一个普通的职员 别人都是升职加薪 就他 薪资一直没怎么变 至于他女朋友徐轩彤 我听儿子说过 是在一家五星级酒店当前台 每天接触的 全都是有钱人 所以对生活品质要求比较高 不喜欢用太差的东西 可是他们的高要求 为什么要我买单 儿子拉着女朋友 进房间好生安慰去了 老公在一边拼命帮他说话 阿浩就是太重义这个女孩了 你也别生气 别墅咱们肯定是买不起的 这么大的别墅 装修就要两三百万呢 就按照咱们之前计划好的 给他们全款买套婚房 再给一笔彩礼 咱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再过几年等你退休 我就陪你到处旅游去 想起今天毕竟是女孩第一次上门 吵起来实在不是代客之道 我把所有气都吞进肚子里 阴沉着脸收拾碗筷 等我们收拾好东西 又切好水果端上桌 儿子才带着女朋友从房间出来 两人拉着手 看样子已经和好如初了 儿子笑得见牙不见眼 朝我露出一个灿烂的笑 妈 我和童童说好了 不买别墅 我和老公同时松了一口气 还没等这口气松完 儿子又挠了挠头 神情有些不自在 咱们不买别墅 已经算是委屈了童童 为了补偿他 我替你们答应了他三个条件 我和老公对视一眼 心中都有些不悦 不买别墅 就是委屈了他 明明是娶媳妇 怎么搞得我们全家都欠他一样 什么条件 儿子不敢看我 垂着头 声音却十分响亮 童童从小就没有安全感 订婚后 为了让他安心 咱们家的前都要让他管 包括妈你公司里的账 还有爸爸的工资卡 都要交给童童 童童说了 他肯定不会亏待你们 每个月会给你们一人三千 生活费 我怀疑自己听错了 多少 三千 儿子抬起头 飞快地看我一眼 三千 也不少了 您和我爸年纪大了 也不需要买衣服化妆什么的 还有 童童说他不喜欢吃食堂 也不爱吃外卖 这个我也同意 外面吃的 当然没有家里吃健康 所以 妈以后得辛苦你 每天三顿饭 要在家做 童童说了 每餐得有五菜一汤 而且一周内最好别虫呀 儿子说完 屋里空气有些诡异的安静 他搓了搓手 神情有些忐忑 妈 我觉得这几个要求并不过分 你觉得呢 我一口气憋在胸口 眼前阵阵发黑 看人都带出重影 这就是我们夫妻 精心养育了三十年的儿子 他小时候我工作忙 但是一有空 就会带他出去玩 老公更是把所有的业余时间 都花在他身上 从小 他要星星不给月亮 虽然是男孩 过得却比女孩 还要娇宠一些 我生他时是早产 所以他打小身体不好 因为这个 我们对他一直都比较小心翼翼 没想到宠了三十年 宠出来这么一个白眼狼 老公担心地上前扶住我 向来好脾气地 他也忍不住发火了 周浩 你在胡说什么呢 你妈妈每天要上班 要工作 哪来的时间天天回家做饭 儿子被他爸一骂 脸上有点挂不住 犹豫地看向女朋友 童童你看着 你们公司不是也有食堂吗 要不徐轩童猝起眉 又是委屈 又是失望地看着儿子 渲染欲气 周浩 你什么意思 不是你说的吗 结婚以后就会养我 说你负责赚钱养家 我负责貌美如花就行 难道那些话 全都是骗我的 看徐轩童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模样 儿子心都快碎了 立刻举起手指向天发誓 童童 我对你说过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的 我再也听不下去 扶着老公的手 坐到沙发上 既然你不上班 为什么要让我这个上班的人 来给你做饭 徐轩童吃惊地捂住嘴 眨着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看向我 阿姨你说什么呢 油烟对皮肤伤害很大的 我还这么年轻 当然要好好保养 儿子也跟着附和 对呀 妈 童童这么年轻漂亮 你带出去多有面子 做饭这种事情 怎么能让他来呢 见我喘着气不说话 儿子十分不高兴 妈 你不是说过 你和爸 只要我过得开心就好 现在只是让你 给我老婆做几顿饭 你就不乐意了 我按住胸口 满眼痛心地看着他 在他眼中 父母是什么 理所当然 要为他付出奉献一生 牺牲自己的一切 老公也被气得不轻 他弯腰 捡起徐轩童带来的礼品 塞回给他 东西拿回去 这婚 你们爱结不结 以后的事情 我们不管 说完就要开门送客 徐轩童受不了这个气 哭着就要朝外跑去 儿子拉住他的手臂 满脸怒容 爸妈 我没想到 你们是这么自私的人 我对你们 真是太失望了 两人一起摔门而去 买来的礼品散落一地 几瓶牛奶和饮料 两袋旺旺大礼包 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 都不会超过两百块钱 还没我买的那只龙虾柜 老公给我拍着被顺气 自己也仗红着脸 这小兔崽子 真的是 这媳妇还没娶进门呢 就不要爹娘了 徐轩童虽然让我气愤 但是儿子的所作所为 才真的让我心寒 自私自利 向我们要什么 都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态度 就好像我们欠他一样 都说养儿防老 没成想养出个祖宗 我躺在沙发上 只觉得太阳穴 一凸一凸地跳 这一晚 我和老公都没睡着 两人在床上翻来覆去 烙大饼 叹了一夜的气 以往我们世事都顺着儿子 没想到只是一次不顺 竟然会闹成这样 第二天 我照例去公司忙碌 下午时 原本应该在单位上班的老公 找到我办公室 带着满脸眷容 她揉了揉眉心 今天早点下班吧 妈来了 婆婆喜欢住在村里 她年纪大了 有晕车 很少会主动来城里 一路上 老公脸色极为难看 问她话 憋半天 才闷声说道 等你回家就知道了 家里的气氛有些古怪 婆婆搭了着眉眼坐在一边 儿子正十分殷勤地给她削苹果 看到我进门 她皮笑肉不笑冷哼一声 哟 我们家的老板娘回来了 这气是冲我来的 妈 您怎么来了 啪 婆婆重重一拍桌子 唾沫星子差点喷到我脸上 我再不来 我的宝贝曾孙 就要被你赶跑了 你是要我们老周家 段子绝孙啊 我错愕地看着她 曾孙 什么曾孙 婆婆得意地拍着儿子的手臂 阿浩女朋友怀孕了 你赶紧准备好彩礼 把人娶进门 怀孕 昨天一个人吃了那么多螃蟹和海鲜 今天说自己怀孕了 要是真怀孕 怎么会在饮食上一点 忌口都没有 化着大浓妆 穿着细高跟 怎么看 都不像怀孕的模样 我冷下脸瞪着儿子 周浩 你女朋友真怀孕了 那你们昨天 为什么没说这个事情 见我不相信 儿子气得从沙发上蹦起来 妈 你什么意思 你竟然不相信我 婆婆向来宠爱她 在她心中 大孙子永远排在第一位 儿子一生气 婆婆立刻就挤眼了 天底下有你这么狠心的妈 一天到晚 钱钱钱 我看你是掉钱眼里了 你的钱不给我孙子花 难不成还想拿去外头 包养小白脸 我不管 我大孙子要结婚 你们赶紧把别墅买了 到了这个岁数 我已经很少动怒 但是今天 真的被气得不轻 看样子 婆婆是儿子叫来的 为了让我们掏钱买别墅 她可真是煞费苦心 什么办法都用上了 看着儿子得意洋洋的嘴脸 我身上一阵一阵发老 婆婆是个寡妇 一个人把老公抚养长大 她性格泼辣 又没文化 向来不太讲道理 我怕老公夹在中间为难 就一直让着她 所以在儿子眼中 我是怕婆婆的 婆婆说一 我不敢说二 我紧紧捏着拳头 气得浑身发抖 儿子愈发得意 说话嗓门都大了不少 奶奶 我女朋友 照片你看到了吧 她本人比照片还漂亮呢 这要是生个儿子 白白嫩嫩 得多可爱啊 只是我妈一直捏着钱 不肯放手 连自己儿子结婚都不愿意出钱 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 你住嘴吧 老公上前一步拉住儿子 要把她往门外推 你是不是想气死你妈 啊 啪 婆婆跳起来打老公的背 扯着嗓子大喊 我看你才是想气死你娘 好啊 老娘一把屎一把尿 把你养大 你果然娶了媳妇忘了娘 我不知道事情是怎么演变成这样的 婆婆满嘴脏话 脱下鞋去抽老公 老公气得半死 追着儿子打 儿子躲在婆婆身后 三人绕着客厅跑来跑去 我跑进浴室 端起一脸盆凉水 兜头浇在儿子和婆婆身上 哗啦 婆婆和儿子落汤鸡一样 站在屋子中间 两人都是一脸茫然 死老太婆 我忍你很久了 客气一句喊你婆婆 真拿自己当我祖宗了 你给我滚 还有你这白眼狼 老娘就当没生过你 我的钱就拿去扔水里 扔火坑里 也一分都不留给你 给我滚 你们全都给我滚 这是我第一次 在婆婆面前爆发 她向来看不起我 觉得自己儿子是大学教授 工作体面又稳定 而我只是个小商小贩 根本配不上她儿子 见我赶她走 她火气上涌 一屁股坐到地上 开始拍大腿哭嚎 快来看呐 大家都来啊 丧了良心的小娼妇 要打自己亲婆婆呀 全天下会有这么恶毒的女人 出门要被车撞死 儿子弯腰去扶婆婆 眼神闪烁 奶 这房子写的是我名字 你放心待着 我妈不能赶你走 我和婆婆同时一愣 这房子是我后来新买的 当时旧房子还没卖掉 老公说省点税 就用儿子买了 谁又会防着自己唯一的儿子 毕竟早晚这些东西都是她的 婆婆精神大振 扶着儿子的手站起身 手指头快戳到我脸上 好啊 这房子是我大孙子的 这家里都姓周 就你一个外人 该滚的是你 你给我滚 我马上让儿子和你离婚 从我们老周家滚蛋 婆婆在农村干惯农活 力气很大 她跳着来推散我 又有儿子在一边帮她 我被他们推得连连后退 眼看就要被推出门 老周 你是死人啊 我扭头去找老公的身影 却四处没看到人 老周 你人呢 我儿子是从我肚皮里生的 难道会听你这个 啊 儿子 不知什么时候 老周已经晕倒在地上 脸色发青 嘴唇惨白 她是被救护车拉走的 婆婆死活要跟上车 一路上喋喋不休 把我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个遍 直到医生忍无可忍 让她闭嘴 不许影响病人休息 我垂着头坐在一边 觉得自己以前的家庭和睦 母慈子孝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有求必应 才是亲妈 一旦不答应儿子的要求 我就是外人 是随时可以被抛弃的对象 这就是我拼命赚钱养大的儿子 我真是全世界最失败的母亲 老公身体没什么事 只是天气热 人有些中暑 加上气急攻心 一口气没提上来 就昏过去了 医生说挂几瓶盐水就行 我留在医院照顾他 婆婆带着儿子回家休息了 老公性格温和 是我见过情绪最稳定的人 可现在他脸色苍白躺在床上 眼角还挂着泪 媳妇 咱们把离婚证领了吧 钱和房子都给你 省得我妈作妖 你为我忍了他一辈子 没到离老了 还让你受这个气 你放心 咱们离婚不离家 等这些破事情过去 咱们再偷偷复婚 谁也不说 我握着老公的手 心中酸涩不已 儿子虽然不行 但是这老公 总算是没找错 周浩的事情 你打算怎么办 老公痛苦地闭上眼 我都听你的 认他也好 不认也罢 你决定就行 我掏出纸巾擦干眼泪 声音哽咽 却很坚定 咱们就当没生过这个儿子吧 以后的日子 咱们夫妻自己过就行 谁能想到呢 本来开开心心准备娶媳妇 最后媳妇没娶成 儿子也没了 但是这种儿子 没有 比有好 早已溃烂的脑包 哪怕再痛 也应该从身体里挖出 第二天 我和老公一起回家时 发现原本还算宽敞的三居室 挤满了人 干净的白色地毯上 遍布脚印 上面还掉落着细碎的泥块 垃圾桶边都是瓜子碎屑 甚至还有一口浓坛 几个穿着朴素的人 正歪七扭八睡在沙发上 连鞋子都没脱 我卧室的大门敞开着 衣柜被人翻得很乱 保险箱也被拖出 周浩和徐轩童 两人正弯腰试图拧开保险箱的门 哎呀 你怎么连家里的密码都不知道 徐轩童不高兴地嘟着嘴 泄气地往床上一坐 他侧身看到我吃了一惊 忙扯开嗓子喊 爸妈 快来 他们回来了 我本以为 昨天已经是最坏的结果 可是我低估了人性的恶 还大学教授呢 搞大人家女儿肚子 想不负责 我马上敲锣打鼓 拉着横幅去你们学校 让大家都来看清你的嘴脸 就是 听说你是开公司的 你们公司的地址我都知道 到时候 你别想上班 我看谁敢和你做生意 徐轩童的娘家人 围着我们口莫四溅 周浩安静地坐在一旁 时不时拿眼睛偷瞄我 我已经被气到麻木 看他这副模样 心中只觉得可笑 这就是徐轩童的娘家人 一家子泼皮无赖 周浩但凡有点脑子 就会知道和这种人结亲 是什么下场 他想利用他们 从我这要钱 可一旦被他们沾上身 恐怕就没那么好甩脱了 说吧 你们想怎么样 事情到现在这个地步 已经没什么好怕的了 什么脸面 体面 养出这样的儿子 我们还配要什么体面 见我开口 徐轩童妈妈露出了一个胜利者的微笑 她有黑的脸上满是得意 两道细长的眉毛高高扬起 第一嘛 当然是给我女儿买套别墅 房子要写我女儿和女婿的名字 第二 我要一百万彩礼 酒席要市里最好的酒店办 不能少于五十桌 我们全村人都要来 等我女儿结婚 你们要每个月 给我们家一万生活费 我还没开口 徐轩童不干了 妈 不是说好就一百万彩礼吗 你都拿了彩礼 咋还要生活费 徐轩童妈妈性眼倒数 一巴掌拍在她手背上 你这白眼狼 不是说 他们家一个月 可以赚七八万吗 七八万里 你分家里一万 有什么不应该 我辛辛苦苦养你这么大 你连这么点钱 都不愿意给家里 徐轩童爸妈 开始和徐轩童吵架 三人唾沫横飞 吵了差不多有半小时 才最终达成一致 彩礼还是要一百万 酒席要办六十桌 生活费 则是从每个月一万 减到每个月六千 这一家人 可真的有意思啊 我和我老公 还坐在一边呢 就开始瓜分 我们的房子和钱 不要脸的程度 简直超乎我的想象 你们说完了没有 说完了 就轮到我了 你们提的要求 我可以考虑 但是我要看到医院的证明 我不相信徐轩童怀孕了 徐轩童家人 一顿指天发誓 又是跳脚 又是骂人 声音很大 气势却很虚 口头说明没用 等拿到医院的单子 你们再来吧 徐轩童娘家人 还想再骂 被徐轩童拦下 她自信满满地 瞟了我一眼 阿姨 希望你说话算话 徐轩童娘家人 好不容易进城一回 自然不甘心就这么走 这是我女婿的家 我凭什么不能住 周浩为了讨好徐轩童 板着脸过来和我们下通知 爸妈 这房子是我的 童童是我老婆 她爸妈自然也能住 我直接打电话 叫了搬家公司 行 房子是你的名字 可里面所有家具东西 都是我花钱买的 和你没关系 周浩脸色大变 一副不敢置信的神情 妈 你一定要把事情 做得这么绝情 一点脸面都不给我留 我连看都没看她一眼 别叫我妈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只剩下个空房子的屋 是没法住人的 周浩见拦不下我 只能带着人去酒店住 徐轩童十分不情愿 扭着身子不肯走 我娘家人上门 这些钱都应该你爸妈出的 周浩搂住她肩膀安慰 你放心 我爸妈的钱 早晚都是我们的 周浩他们一走 我连房子都没收拾 立刻和老公一起出门 去民政局领了离婚证 拿着大红色的本子 他心疼得直抹眼泪 恩爱了一辈子 到头来 因为儿子领了这证 媳妇 你放心 等我妈一走 咱们就复婚 我哭笑不得地看着她 你瞎说啥呢 这套房子 你真准备给儿 给周浩 老公擦了擦眼镜 靠着车窗叹气 我如今算是看明白了 这钱呢 我是真一分 都不想留给她 给她一套房子 这房子 可值三百万呢 她也配 周浩估计自己都不记得 这房子 年前就被抵押给银行了 去年 我公司因为资金周转 拿房子做抵押 货款结清以后 我本想把贷款还清 但是银行的业务员 是我朋友 他说要绩效考核 托我再多贷几个月 我刚好欠他一个人情 就答应了这事 原本算起来 这个月月底 就要去还清贷款的 那笔钱 还在我银行卡里放着呢 不知道等银行来收房子 周浩又该如何应对 周浩最近很忙 忙着伺候丈母娘一家 忙着让女朋友怀孕 丈母娘一家不好伺候 女朋友也不太好哄 她忙得焦头烂额 手中那点存款 很快花了个干净 直到我不会给她钱 她把目光瞄准了婆婆 老公出手向来大方 每个月都会给婆婆 五千养老钱 婆婆住在村里 自己种菜 身体又好 基本没什么日常开销 听村里人说 周浩哄的婆婆 连自己棺材本都掏出来了 不过这些都和我没什么关系 毕竟我和老公已经领了离婚证 以后婆婆是死是活 都不需要我再操心半点 周浩公司领导是我老同学 这几天特意请我吃饭 看到我时 神情有些尴尬 她说周浩本来工作就不太积极 最近更是频繁出错 惹得同事十分不满 现在经济效益不好 公司决定开除周浩 她心里过意不去 想提前和我打个招呼 我无所谓的白手 你已经做了该做的 这孩子这些年 多亏你的照顾 放心大胆开除她 没关系的 年轻人就需要外出 多历练历练 老同学松了一大口气 也是 你们这家底 这孩子咋过都不会太差的 是啊 我们努力了一辈子 就想给孩子一个安稳的生活 只可惜 拦不住她自己想作死 清闲日子过了半个月 周浩熊啾啾气昂昂 带着徐轩童再次上门 这是医院的单子 我媳妇怀孕了 徐轩童腐着肚子 好像自己已经怀胎十月 您上次说的东西 也该兑现了吧 还有 之前商量的只是结婚 现在怀孕 我还有几个要求 我和老公对视一眼 淡然地朝他点点头 你说 月子中心我已经看好了 要最好的那个套餐 一个月十二万八 我要做双月子 如果生女儿 你们要奖励我五十万 生儿子 我要一百万 孩子出生以后 要配一个保姆 全职带孩子 至于家务 阿姨你做一下就行 反正家里得有人伺候 周浩满脸甜蜜地摸着他的肚子 不停点头 对 说得对 应该的 没毛病 我从桌上翻开文件 一样一样摊给他们看 正好 我也有事情要告诉你们 这是离婚证 我和你爸已经离婚了 这是我的遗嘱 死后所有财产 都捐给本市的福利院 当然 我的后事 也会由他们一手操办 不需要你费心半点 周浩人都傻了 手忙脚乱地站起身 再也没有了刚才的志得意满 我不信 你胡说 你们就我一个儿子 钱不给我给谁 对 还有奶奶 奶奶是不会同意的 对比周浩的惊慌失措 徐轩同更为冷静 他飞快地拿过桌上的文件 仔细打量 等全部看完后 脸色十分难看 因为那上面 不止有我的遗嘱 还有我老公的 周浩除了从他奶奶那里 拿的十万块 卡里一分钱没有 徐轩同眼中闪过一丝悔意 我不信 不会的 没有这种道理 对 我要去法院告你们 你们没资格把钱分给别人 周家的一切都是我的 我的 周浩发疯般又喊又叫 还踢翻了垃圾桶 徐轩同则是呆呆地 瘫坐在椅子上 表情有些呆滞 我神态自若地喝着茶 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徐轩同 我告诉你一个道理 这社会上 许多看着人模人样的男人 离开爹妈 屁都不是 没有父母给他们准备的房子车子 他们连养活自己都困难 更别说养活老婆孩子了 找男人 还是要擦亮眼睛 听到这话 徐轩同的情绪也有些崩溃 他站起身 狠狠抽了周浩一个巴掌 喊得生死历劫 不是你说 你爸妈什么都听你的吗 你说你要星星 他们不敢给你月亮 你说家里的钱 都是你做主 你这个废物 我的钱呢 周浩对我们脾气很冲 在徐轩同面前 却屁都不敢放一个 老婆 你听我解释 你相信我 我有办法的 对 我有钱 我还有这套房子呢 两人失魂落魄地走了 他们一直住在周浩的出租屋里 走之前 还在商量如何卖掉房子 当初为了周浩上班 我特意花钱在他公司附近租了一套两居室 毕竟儿子大了 要谈恋爱交女朋友 还有自己的朋友 带朋友回父母家 实在是不太方便 可我的处处体贴周到 却让他觉得理所当然 觉得我们生来 就应该为他付出一切 牺牲一切 为他当牛做马 在需要我们时 发光发热 在不需要我们时 最好连个后事 都不要替他们操办 直接找个干净的海跳 一了百了 可能在有些人眼中 这才是一个合格的父母 当父母的 必须要牺牲到这种程度吗 我不求他给我养老 给我回报 我带他来到这个世界 尽我所能陪伴他 养育他 现在他已经是成年人 是和我一样完全独立的个体 所有人都必须为自己做的事 承担后果 为了避免麻烦 第二天 我直接找了搬家公司 我不想让周浩找到我 在我公司附近 找了个高档小区 等我动作麻利地搬好家 周浩终于后知后觉发现 自己什么都没了 没有房子 没有钱 只有一个天天问他 要钱的怀孕女友 他运气比较好 住的那套公寓 我刚交过一年的房租 所以在这一年里 他不必担心自己要去睡大街 一年后的事情 我可管不了 徐轩同娘家人 自然不肯善罢甘休 闺女真的怀孕了 他们还想靠这个狠敲周浩一笔 周浩拿不出钱 他娘家人直接搬进周浩的小公寓 徐轩同爸妈还来我公司赌过我 只是城市和他们想象的并不太一样 他们刚进写字楼准备闹事 就被请到了保安室 在他们面前 我装作不经意间 向他们透底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怎么可能真的和他断绝关系 这钱呀 不是我不想出 你们找错人了 徐轩同妈妈恍然大悟 猛一拍大腿站起身 好啊 周浩这小子 是想骗我女儿怀孕 好不给彩礼 这算盘打到我头上来了 好的很 在多数农村人朴素的思想中 儿子是不能割舍的 哪怕他吃喝嫖赌抽 甚至犯罪坐牢 他也是儿子 是传宗接代 继承香火最重要的人 我稍微挑拨两句 徐轩同娘家人 立刻信了我的话 在他们看来 钱不给儿子 捐献给福利院 就是脑子有包 没人会信的 所以我依旧上着自己的班 徐轩同娘家人 针对的对象 变成了周浩 他们像威胁我一样 去周浩公司闹事 得到的结果 就是周浩一起被扫地出门 毕竟公司早就想开除他了 失业的周浩非常崩溃 恐惧在他心中日益放大 因为我和他爸拉黑删除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因为无下线的讨好女朋友 他失去了自己原本应该有的一切 徐轩同脾气本来就不太好 怀孕以后更是变本加厉 得知周浩名下的房子被抵押在银行 他们一分钱都拿不到后 他非常崩溃 周浩没办法 开始每天去学校缠着我老公 我老公直接把离婚协议拿给他看 他基本等于净身出户 除了单位宿舍 啥也没分到 而单位宿舍 只能住 不能卖 周浩将目标对准我 每天来接我下班 妈 你今天下班有点晚 这都快九点钟了 这是我在家自己做的三明治 你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我似笑非笑看着他 哟 几天不见 都学会做三明治了 周浩憔悴了许多 胡子拉叉 眼底的黑眼圈都快挂不住了 他委屈地看着我 嗓音哽咽 统统怀孕了 不喜欢吃外卖 说不干净 妈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想回家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 奶奶给我的钱 只剩下几千块了 十万块钱 这才多久 就花干净了 如果没有这最后一句话 我差点真以为周浩已经知道错了 可现在 他只是想问我拿钱而已 看来没逼到绝境 周浩是不会知道悔改的 周浩 你今年都三十了 你应该想办法自己去赚钱 而不是只会向我们伸手要钱 等你真的知道了赚钱的辛苦 就会明白自己之前要的别墅 彩礼 有多么可笑 越是自己不会赚钱的人 越容易狮子大开口 周浩伸手伸惯了 不知道现在这社会 多数人光是活着 已经用尽全力 那些我未曾教导 给他的东西 就由社会好好教他吧 希望他能有足够的成长 到时候如果真的改好 那这个儿子也不是不能认 只是钱 我不可能再给他了 但是我没想到 周浩再一次让我失望了 他怂恿自己奶奶 卖掉了村里的房子 说要把他接到城里享福 对于唯一的孙子 婆婆向来不会拒绝 他卖掉房子 兴高采烈 要来城里给孙子带曾孙 农村的房子并不太值钱 莲屋带院子 一共卖了八十多万 这笔钱 足够周浩狠狠喘上一口气 他把银行卡 给了徐轩童保管 对于徐轩童 他是真心喜欢 周浩的长相随了婆婆 生得十分普通 再加上 他又是沉默内向的性格 并不讨女生喜欢 徐轩童是他碰到过 最漂亮的女孩子 和徐轩童在一起 能让他有种 自己是成功人士的错觉 只可惜他不懂 真正的自信 源于自身 妈 徐轩童跑了 他跑了 这天下班回家 路上突然窜出一个人 我吓得差点报警 看了好几眼 才勉强认出是周浩 他的形象实在是有点糟糕 乍一看像个流浪汉 头发凌乱 胡子拉叉 衣服也穿得歪七扭八 上头全是印子和折痕 最可怕的是 身上还散发着一股 令人作呕的酸臭味 我捂着鼻子后退两步 雨带嫌弃 你说谁跑了 周浩蹲在地上 不顾形象嚎啕大哭 屋里东西全没了 他把自己的行李 都收拾好了 他早有预谋 他公司同事说 说他早就离职了 我还每天接送他上下班 我真傻呀 真的 徐轩童这女孩 真是一言难尽 说他蠢吧 知道周浩靠不住 说他聪明吧 完全没有半点法律意识 看着周浩的鼻涕 我嫌弃地递给他一包纸 你们领证没有 周浩摇摇头 满眼酸楚 他 他说不给他买房 就不和我领证 这蠢丫头 那你还在等什么 报警啊 偷了男朋友的存款跑路 妥妥一个盗窃罪 八十万 数额还不小 都够得上数额特别巨大了 我记得在刑法中 数额特别巨大的偷窃罪 好像要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报警完 徐轩童很快就被抓捕归案 他实在太过自信 完全没想过周浩会报警 所以他并没有跑远 而是去隔壁城市投奔朋友了 其间还一直住在酒店里 被抓回来时 他对着周浩破口大骂 他说自己是周浩老婆 拿他的钱天经地义 只可惜他们并没有领证 而且徐轩童还去医院 做了流产手术 没有领证 没有小孩 他偷窃的罪名 已经是板上钉钉 这八十万被他花光了 花十几万买了包包 和各种奢侈品衣服 化妆品 花二十万买了一辆车 剩下的钱 则是拿去投资理财 被骗个精光 还不出钱 连减刑都困难 当知道徐轩童要坐牢后 周浩又后悔了 哭着跑去派出所 想要他们放了徐轩童 所有刑事案件 都有检察院提起公诉 他以为司法机关 是自己家开的 想报警就报警 想撤销就撤销 徐轩童因偷窃 要坐牢的事情 在他们村 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事还得怪他爸妈 他爸妈当初以为 女儿嫁了个金龟婿 在村里大肆张扬 路过条狗 都得被他们炫耀几句 他爸妈做人不太好 本来人缘就不太好 盼着他们家倒霉的 比盼着他家好的人 要多很多 刚好 村里有人的亲戚 在派出所上班 知道这是以后 马上告诉了其他人 徐家如今成了笑话 徐轩童爸妈 都不敢抬头出门 俩人越想越气 就跑来城里找周浩算账 周浩是个没脾气的 可我婆婆不是 他村里房子卖掉以后 就跟着周浩住在他公寓里 每天伺候周浩 给他做家务 烧饭 打扫卫生 徐轩童爸妈来闹事情时 婆婆刚好在家 三人吵得不可开交 吵到后来直接动起了手 撕扯中 婆婆被徐轩童妈一推 直接滚下楼梯 老年人最怕摔跤 这一摔 把他脊椎给摔断了 往后的日子 都要在轮椅上度过 故意伤害致人重伤 徐轩童不用寂寞了 母女俩可以一起 在监狱里作伴 徐家一分钱都不肯赔 还辱骂法官 判的时候就比较重 徐轩童十年 他妈判了八年 徐家恨死了徐轩童 根本没人管他死活 还是周浩忙里忙外 去给他送衣服送被褥 听说还偷偷给他塞了钱 婆婆现在这个样子 周浩不愿意和他住 就把他送到了老公的宿舍 自己依然每天躲在屋里 自怨自艾 老公给婆婆请了保姆照顾 婆婆对保姆不太满意 换了好几个 换到后来 老公说要把他送进养老院 他这才罢休 不再折腾 不过这一切都和我没有关系 我依旧努力工作 累了就看看银行卡余额 老公没空出去玩 我就自己抱团 天南海北地出去旅游 反挣钱不用留给谁 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到死了还没花完 就贡献给社会 周浩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来找我求原谅 为了生计 他找了一份比较轻松的工作 我没想到他年纪这么轻 竟然选择去当保安 妈 我真的改好了 你看我都自己找工作了 怎么 你三十多岁的人 自己找工作 还要我夸你不成 周浩掖住 随即恼羞成怒 你就是自私 不想把钱给我花 说吧 你到底想要我怎么做 原来有些人 是不会成长的 他们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受害者 所有的不幸都源自他人 很庆幸 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走得头也不回 等你彻底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吧 不说别的 婆婆是为他受的伤 房子也是因为他卖的 他连婆婆都不管不顾 谈什么改好 不过 这是他自己的人生 我已经不想干预太多 我有自己的生活 晚霞如火 在天际自意燃烧 最美不过夕阳红 最美不过夕阳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